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5月12日,NBA季后赛继续进行,太阳珠场迎战绝金 此前绝金大比分3比2领先太阳,难道赛点 所以今天的比赛太阳要么赢球,要么直接出局 爱对因肋骨挫伤,本场比赛缺席 保罗也因复古勾伤势继续休战 最终比分为100比125,太阳珠场惨败绝金 最终绝金大比分4比2淘汰太阳,挺计西决 而对于杜兰特来说,这可能是他从宣布加盟太阳后 注定收获的结局,很多球迷一定还记得去年季后赛 杜兰特带队的篮网,被凯尔特人首轮4到0横扫 凯尔特人未必那么强,但杜兰特所在的球队 其实都有很大短板,除了勇士 从杜兰特今天的表现说起,出场37分钟 19中8,拿到23分5篮板5助攻 还有4次失误,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绝金从第一节开始就全力针对杜兰特和布克两个人 哪怕佩恩连续得分,绝金基本不管 和前面几场不太一样的是 杜兰特从第一节就接管了大量球权 运球过半场,串联全队 杜兰特手感不佳,被加击针对 但像给兰戴尔的传球失误 给莎梅特的传球被拦截 包括自己遭遇加击掉球 这和上赛季篮网季后赛打法一模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加,加上精力跟健大伤 杜兰特在遭遇强对抗的情况下 效率直接下降,甚至控球都不太稳 第一节中断,杜兰特主动要球 然后翻身投出三不战 也就是那个回合之后 绝金打出一波21-2的高潮 瞬间拉开分叉 由于兰戴尔始终无法匹配约基奇 连续被军训单打 在太阳摆出极致小个阵容时 杜兰特要去篮下参与对抗 被莫勒挡差后点名突破上篮 被波浮高难度拉杆造杀伤 被越基奇顶着强行抛投命中 打到第二节目段 杜兰特甚至帮绝金进了个乌龙球 而那里进球 也让绝金拉开30分分叉 整个上半场 杜兰特11中2 只拿到8分3篮板而助攻 镜头每一次对准杜兰特 杜兰特看起来都很绝望 运往往的话说 在缺乏组织点的情况下 杜兰特也好 不可也罢 他们运球就遭遇夹击 他们投篮时仿佛不得不出手一样 已经彻底没有其他解决方式了 杜兰特确实应该有足够的终结比例 但是他绝对不能吃球 打到第三节 杜兰特连续翻身跳投命中 并且还不断为比兰戴尔 加上佩恩外线的投射 太阳在下半场咬住比分 但也仅仅是咬住比分 一方面是绝金在领先超过30分后 明显收力了 防守端也不再给杜兰特那么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 仅靠杜兰特的单打 佩恩或者兰戴尔零星的得分 太阳是无力追进分叉的 整个第四节都是垃圾时间 埃顿不在 太阳内线防守直接崩盘 保罗不在 太阳进攻直接崩盘 那为什么太阳会变成如今这种状态 两个原因 其一 杜兰特的到来 将太阳失去了约翰逊 布里奇斯 克劳德 未来首轮千不算在即战力之内 先放在一边 失去了这些人 指望罗斯 比庸博 蓝戴尔这些球员能购献能量吗 其二 太阳的架构和打法 其实非常不适合杜兰特 保罗即便在场 他要先是找机会最好的队友 杜兰特一定是机会最不好的 布克拥有超级得分能力 但是他也要有球在手 况且布克并不是那种能拉开空间的射手 他需要队友拉开空间 最后 杜兰特需要的也是拉开空间的队友 以及关键一下有人把球送到他手中 比如当初勇士石器格林或者库里扮演的角色 充分拉开空间加传导球到杜兰特这里出现机会后 杜兰特只需要完成致命一击即可 他不需要管之前是不是自己运球 队友能不能给自己拉开空间 而在太阳 保罗老了这不可避免 爱顿受伤这是客观因素 拿掉这两人 就只剩两个角色类似功能重叠的得分手 其实单纯把太阳出局的责任推到杜兰特身上 也不算特别合理 杜兰特是能帮助一支球队完成从90分到100分的提升 但他无法帮助一支球队从70分到90分 太阳最初也是90分级别 但是封线防守最好加投篮能力最好的布里奇斯和约翰逊离开后 太阳只剩70分 杜兰特只为实力看起来能让球队到90分级别 但是实际没那么高 有媒体人曾贴切评价 杜兰特适合空降到一支真冠球队 那样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如果是交易平替 那杜兰特就没那么大的价值了 太阳当初掏空全部得到杜兰特 真以为杜兰特是救世主 可是底层框架已经不是90分级别 这就是太阳本赛季出局的根本原因 当然除了球队配置原因 另外绝肩并不是一直以防守建长的球队 但杜兰特却找不到破招的方法 六场比赛 他单场投篮命中率分别为 19中12 27中10 31中12 19中11 24中10 以及今天的19中8 而且命中率还是比分落后之后才提上来的 死神收起了他的镰刀 取而代之的 是面对包夹时出现大量失误 完全不像是超级巨星 或许 杜兰特那招单打制胜 现在真的不管用了 在篮王首轮游 在太阳里不可合作 又倒在了次轮 究竟是勇士成就了杜兰特 还是杜兰特成就勇士 答案终于在今天得到揭晓 勇士将杜兰特换成未尽似还能夺冠 而杜兰特离开勇士 连分区决赛的地板都摸不到 库里的无球跑动 汤布森的三分投篮 格林的防守给杜兰特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单打机会 可一旦脱离了这套舒适的打球环境 他又会回到当年雷霆师的模样 数据好看 但就是赢不下系列赛 而且进攻稳定性还开始出现下滑 骄浴过后却在次轮出局 休赛期等待太阳的 很可能会是解体 杜兰特和布克会被留下 至于保罗还有艾顿 那就不好说了 尤其是艾顿 作为中锋连最基本的篮板都保护不了 实在让人失望 还有就是太阳队的替补 连个稳定的持球点都没有 休赛期也很可能要换走一批人 或许杜兰特该思考自己人生下一站该去哪里 而不是想着如何留在太阳煎熬下去 另外勇士这边 在主场大通中心赢下了与胡人系列赛的第五战 保留了这轮系列赛的悬念 然而未免冠军没能高兴太久 他们就遭遇了晴天霹雳的恶号 安德鲁维金斯因为遭遇泪软骨骨折伤势 第六战初战成疑 G6即将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 据San Francisco Chronicle记者C.G.福尔摩斯最新报道表示 据球队内部相关人士透露 普尔已经向球队提出申请交易 他感觉在勇士遭受到了孤立 同时并没有感到球队对他的重视 再加上与队友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这些因素都会成为他离开的因素 据悉 普尔之所以在赛季初期便打出低迷的表现 原因勇士并没有满足普尔签约合同时 答应的首发地位 据此钱包量 在克莱状态下滑后 克尔一度答应普尔将首发位置拱手让人 但新赛季开启后 在克莱状态极为低迷的情况下 克尔依然没有兑现承诺 普尔在没有拿到首发位置后 这导致合同中很多激励条款没办法生效 才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与此同时 在普尔拿到大合同之后 对于即将续约大合同的格林 克莱将是巨大的伤害 甚至两人只有将心才能留队 这也让两大元老对于普尔极为不满 拳击事件的爆发也是与此有着巨大的关联 还有这样的矛盾 一令勇士新老两代的球星再度键板弩张 以普尔 孔明家为首的年轻人与克莱 格林等功勋老将之间的矛盾也是愈演愈演 在库里 汤普森受伤那段时间 普尔一度成为勇士一个 在进攻端拥有无限出手权 这让普尔的数据越来越漂亮 普尔一度认为自己已经是球队老大 直到库里回归 普尔只能给库里打架手 不过此时普尔在勇士进攻端 依旧是除了库里之外最好的选择 当汤普森回归 可而把属于普尔的出手权交给汤普森 普尔马上变成一个角色球员 这让普尔怎么接受得了 库里已经35岁 而普尔还年轻 说普尔只是一心想辅佐库里 没有半点想当球队老大 大死我都不信 在那种环境 谁不想当球队老大 拿大合同 听诚明喊自己MVP 普尔看到库里的辉煌 更想取代库里 成为勇士王朝下一个王者 因此爆发冲突是必然的 据悉 新人团队中顾名家的位置 也被格林死死守住 常规赛表现很好 但是季后赛却无法出场 所以彼此错综复杂的矛盾 也成为两大集团军 大大出手的重要因素 而顾利普尔也几乎坐视克来 格林联手的结果 毕竟普尔的存在 对于两人已经带来巨大的伤害 无论是大合同意 或者球队地位 都将受到一定的打击 所以排击普尔 将其送走 也是内红风波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如此前提下 勇士不解决更衣式矛盾 想要继续争冠 恐将难如登天 甚至休赛期球队 也将面临大面积的人员调整 这对于未免冠军而言 也将是新的开始与救赎 对于球队也是一词新的重生 而对于普尔 也许一个事实便是 休赛期将是普尔和勇士 分道扬镳之时 如今勇士队更衣式 以系列问题重生 普尔同样不满意 自己上场时间和球权使用 已经向勇士队管理层 提起了申请交易 比起在勇士欲寡欢 普尔更愿意为 一只可保证 自己上场时间的球队效力 如果普尔没有强大实力 勇士也便不会同他去年 签下多一大合同 由此 普尔向他首发想法无可厚费 在家之通格林的矛盾一直未能和解 普尔勇士生涯俨然走到尽头 休赛期 也许便是普尔开启新篇章之时